下面的內容叫做空氣 空氣的學習重點 第一個是空氣的組成 第二個是一個重點就是 氧氣跟二氧化碳的製備 這個製備裡面有實驗 這個實驗我們都會注意事項 你要曉得 然後後面會提到一些 氧氣和氧化碳的檢驗 另外一個考試 還會考的重點叫做 金屬氧化物跟非氧氧化物的酸鹼性 重點在激激的變色 然後還有一個多激激的用途 就是我們在這段內容所要學習的重點 第一個是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空氣的組成 我們在第一代用的是 蠻子燃燒的實驗 後來第二代跟第三代用的是 鐵生鏽的實驗 透過這些實驗證明 空氣中有成分與燃燒或生鏽有關 有成分與燃燒或生鏽無關 所以知道空氣是一個混合物 所以知道空氣是一個混合物 這個圖上顯示的是第一代的實驗 就是點一個蠟燭 蓋一個黃口皮 然後蠟燒燒燒燒燒燒 之後滅掉 滅掉之後發現水會跑上去 佔據了一些空氣 但是沒有全部填滿 所以知道 有東西被消耗掉 跟燃燒有關 沒有全部填滿 表示不是全部都跟燃燒有關 因此知道空氣是一個混合物 古時候出這個燃燒實驗的時候 我們常會問一個問題 水面會上升多少 我們的答案叫做上升五分之一 因為氧氣大概占五分之一 可是如果你真的去做這個實驗 你保證做不出五分之一 保證做不出這個結果 沒有關係 就不一樣管 考試就多嫌五分之一 考試就多嫌五分之一 考試再用五分之一 實際上做實驗你絕對做不出五分之一的結果出來 OK 那這個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實驗 左手邊是第二代的實驗 就是一個管子 有鋼絲龍生鏽 然後畫線 然後看它上去之類的 這個實驗非常難做 所以只出現過兩年吧 兩三年就把它幹掉 就換成右邊的實驗 那麼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鋼絲龍生鏽 然後發現它會有成分跟生鏽有關 有成分跟生鏽無關 所以知道空氣是一個混合物 這三代實驗的共同的結果是水面會上升 水面會上升 水面會上升 就是因為東西被消耗掉 所以水面會跑上去 共同水面會上升 那麼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跟燃燒期生鏽有關的成分是一樣 與它無關的大部分都是氮氣 大部分都是氮氣 可是你做這個實驗 你不曉得它是什麼東西 你只知道有人有關 有人無關 所以它如果說下列虛出何者正確 它說有本實驗可知 空氣的氧占五分之一錯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意思叫做氧 你不知道什麼意思叫做氧 好那是不對的 你只知道有人有關 有人無關 可是它是誰你不曉得 你要另外做實驗 只是你現在已經知道 有關的是氧 有關的是氧 不關的是氮 或是氮而已 OK 然後我們知道空氣是混合物的地方 就是讓它變化 變化 我們講過低溫 高壓 然後變化的時候 再讓它加熱 讓它揮發 讓它蒸發出來 發現有人會先發 氮氣會先蒸發 氧氣會後蒸發 所以都知道 有兩個被點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它是一個混合物 所以液態空氣的揮發 也可以知道空氣是一個混合物 現在空氣的成分 有分所謂的固定氣體跟變動氣體 固定氣體就是在世界各地的成分比例 差不多叫做固定氣體 會改變的叫做變動氣體 這件事情我在八年級的時候都上過 我八年級的時候都上過 然後這個比例的計算是用乾空氣做標準 把水氣拿掉 為什麼把水氣拿掉 因為水氣的變化太大 可以從0%到4% 加了水之後 大家的分母就不一樣大 就不會有人叫做固定氣體了 所以把它幹掉 那我也說過 更正確的說來 叫做乾淨的乾空氣 這一缸子是純氣體 沒有任何的小液態 或者是小腹態 純粹都是氣態 叫做乾淨的乾空氣做標準 三間空氣做標準 三間空氣做標準 OK 那麼固定氣體有所謂的淡氧氧 這個淡氧氧是小學就教過的 雅是國二的理化教過的 冰凍氣體有水氣 然後那邊做氧 三年級地球科學課的時候 我會對這裡的內流再多講一些 會再多講一些 所以這些東西 我在三年級的聽說 都會再講一遍 都會再說一遍 OK 這就是比例 當然是不用備 當然不用備 不過這比例什麼算出來的 乾空氣算出來的 不加水 因為水氣的含量變化太大 因為含量變化太大 所以你就探探就好 這邊比較重要的是根規介紹的是氮氣 氮氣無色無味無秀 我們其實幾乎都是無色無味無秀 炒溫腸下是氣體 越融入水比空氣氫 然後不可燃也不住燃 是我們成分比例含量是最多的 含量比例含量最多的 然後呢是蛋白質的重要物質 你還記得上次做那個什麼 三聚氫那個是嗎 就是他要冒充 以為他有很多蛋白質 就是他減太多 他在裡面有多少的蛋 你看多少的蛋 蛋好多 可能蛋白質好多 不要騙人的 騙人 這東西蛋 他是形容蛋白質的重要物質 然後可以合成胺做蛋肺 做尿素做硫酸胺 這就是肥料 我們應該學過嘛 但你一講到肥料 蛋藥素嘛 那其中一個 還有做硝酸 這個看一看 欣賞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呢 氮氣他基本上不太會燒 可是呢 如果是高溫的時候 他還是會反應 所以在汽車引擎之內 也是會形成所謂的氮氧化物 然後就有一些別的問題 就有一些別的問題 什麼酸魚啊 什麼挖溝的聲音 你會突然是另外的 你會提到他 另外就是日常食物中有用到 叫做加入蛋器保鮮 有些食用油會充蛋包裝 有一些那個米啊 吃飯的那個米也有充蛋包裝 比較常見的是 大部分都沒有寫 就是你們吃的那個良育液 那種看起來很空 摸起來拿在一大包裡面 沒有用 沒有多少那個碗液 充蛋包裝 因為他不太會反應 所以呢 可以保鮮 保鮮 所以這個食用土 就是有關於氮氏部分 所以以上所說的內容 把氮氏性質稍微記一下 那剩下的關於空氣的組成 很多多內容 我在博山的地球科學課 我會再教一遍 OK